一是 If Air 可以用 但是特别是要 在Excel 2003 以前的版本 它没有 If Air 你只有 Is Air 这个东西可以用 所以方法二是针对Excel 2003 以前的版本 所以当然 如果你之前以后有同学 好像公司还在用 2003 那怎么办 你只能用下面的方法 就是用 Is Air 叫 If 反正判断很多次 这个大概说明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 如果我要设定格式化条件的话 该怎么做 那在86月这边 如果说我今天 刚刚礼拜六 礼拜天 要给不同格式的话 一 你可以用设定格式化条件 新增规则 但是设定格式 或者是第二种方法是写 VBA 其实写 VBA 倒也不复杂 就是你跟它把整个范围给它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是判断说它里面的 是不是礼拜六 是不是礼拜六我们可以用 Week Day 这个方式 这个函数 那两个方法 第一个的话 新增规则 不过新增规则之前 我们先把要判断的范围先给它 判断的范围就是 我先把它缩小一下 从那个 A2 砍出去的向右 再把它向下 跟它讲说 这个范围里面的资料 帮我做什么呢 新增规则 所以在设定格式化条件里面 也新增规则 规则的话特别注意 第一个没办法 第二个也不行 其实只能用最下面这个 使用公式来决定 特别注意 这边 设定格式化条件 大概比较厉害的 大概就最下面这个 上面其他的 我觉得真的就是简单功能而已 那这里面要怎么做 格式 第一个就等于 就是有点是当 什么情况呢 Week Day 所以特别注意 这边有支援 那个Excel里面的 这个函数 但是你可能要自己打 他没有办法插入 函数让你选 所以你可能要把那个Week Day 这个Function 可能要记一下 Week Day 刮胡 接下来特别注意 后面你要告诉他什么呢 我们刚刚不是选了一个范围 请你告诉他说 你要从哪一个出存格开始 帮你做比对 所以我要从哪一个 从A2开始 那他会怎么做呢 其实有点像你跟他讲 第一个他会这样跑 把所有这个选取的范围的每一个出存格 都把资料抓过来 抓过来做什么 做判断 判断什么 所以我跟他讲 第一个出存格A2 如果当这个出存格里面的资料等于 礼拜六 礼拜六应该等于多少 应该是七吧 对对第七吧 礼拜天是一 OK 这应该可以知道 那如果这个条件为真 特别是有两个 这个应该是当后面这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 所以这个有点像把这个前面前面应该有东西可以接他了 反正就是这个东西的结果丢回去 如果为True的时候 底下有格式怎么做呢 把他的字 礼拜六的话我想说填颜色A2填一个浅的绿色吧 那字的话就给他一个深的绿色 类似这样这样 不一定要完全一样 假设我字给深的颜色 然后填满的给一个浅的绿色 按确定 就长这样 按个确定 不过我建议是先把这个公司复制一下 因为待会直接贴比较快 按确定 好 有没有发现礼拜六全部OK 礼拜天的话 直接再做一次 就是怎么样 这个把它贴 因为刚刚公司已经复制 把这边改什么 改1就好 那格式的话呢 就是填黄色好了 假设字的话呢 变红色好了 好 类似像这样 这两边切 按确定 再按确定 马上OK了 有没有发现 全部搞定了 圣灵格说要条件 但是 不过 圣灵格说要条件有个缺 将来跟VPA搭配可能有个缺点 因为 你要把它写在里面的话 可能 除非录制聚集 不然的话很难搭配 而且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 它这个格式如果你要拿掉 你不能说我把这个油漆桶把它变成污添满 你会发现它不理你 为什么 因为它这个格式 加要从这边加 清除要从这边清除 你不能说你用那个清除格 它不会理你 因为它加 有点像它上面是 套一个那个样板在上面 有个图层 所以你要加是从刚刚上面新增规则 那如果你要移除的话 记得是从这边清除整张工作表的规则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切一下 再见 再见 再见